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是上海国际关系中东研究BB班101的角度 去分享近階一宗很有趣成终关注的牵涉到香港涉外关系的国际新闻 完全是对视不对人的通识科普时间 就是关于今次的主角被媒体报道为所谓杜拜王子的身份identity最后的一些补充 由于香港中东经贸协会的会长沈文龙先生 在割席之后忽然之间又反割席宣布他all in这位所谓的杜拜王子 批评香港市民香港政府官员和所谓的反动youtubers都是不了解中东的 并且提出了几个证据去证明今次事件的当事人 总之他就是一个王子你们不要烦 他的证据包括了他亲眼看过对方的护照上面写上 油掌 油掌是他所谓的 那我们稍后再谈谈是否叫油掌 sheikh 跟HH 即是his highness的清衫 第二个证据就是他看见对方用的信纸是印上国辉 第三个证据就是他的会又说的 就是说既然亚联邮总领事馆都确认了这位阿里是统治家族的 遠房、親戚、distance relative 那你distance relative都是家族成員 那他有什麼騙人呢 我們之前都說過很多次了 杜拜統治家族有時候由長可以有30個公開的子女 這個家族管治杜拜以來 全了十代究竟幾何級數 家族增長成員可以去到多盡 大家稍微計算一下數就會知道 但是如果沈運龍會長 一口咬定,總之你們不要管 王子就是王子,我沒有騙人 他有沒有騙你一毫子 他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就是一個嚴重的謬誤 我們難道真的可以稱呼這位人士 做杜拜王子嗎 如果香港政府 又或者北京真心相信了這一套論述 從此對這一類人都真的稱之為王子 這是非常之影響國家極度失禮的儀兆大方 所以我們需要跟大家複雜一下 這個中東學BB班101入門 究竟這一類TITLES我們可以怎樣理解 為什麼他不可以叫做杜拜王子 第一,沈運龍會長他做生意起家的是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是一個王國 而這位今次的主角,所謂的杜拜王子 是來自杜拜油長國 而杜拜油長國是阿拉伯聯合油長國 即是阿聯酋七個加盟的油長國的其中之一個 沙特是王國 阿聯酋是油長國的聯盟 顧名思義 這兩個國家的體制是不同的 油長國,Emirate 他們的領袖就是油長 這個名字在昔日阿拉伯世界 中世紀去到近代 有政教合一所謂哈里法國的時代 油長國就是低一級的存在 他們就是要向上一級的哈里法國的領袖 哈里法去回報 這個制度就有點像歐洲中世紀 流傳到現在還有少量什麼大公國、公國等等 譬如盧森堡就是一個例子 當時他們就是reporting to 要匯報,向誰匯報呢? 就是Emperor 皇帝通常就是指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在英文什麼叫皇國是不可以輕易搞錯的 沙特阿拉伯建國的沙特家族 嚴格來說,二十世紀的沙特家族的國家是他們復國 當時他們用武力兼聘了一堆的尤長國和皇國 最初成立了漢治和內治皇國 擊敗了宿敵哈希姆家族 當時就是管治聖城的家族 即是現在約旦的管治家族就是哈希姆家族 然後漢治和內治他們兼聘了之後 就改名做沙特阿拉伯皇國 我們說了這麼久,就是想說在沙特阿拉伯這一類皇國 是有名正元順的皇子和公主 但是尤長國並不是皇國 所以他們是沒有皇子和公主 他們管治家族成員 全部所謂管治家族成員 都是有Shake這個title 中文通常也叫謝赫 而他們的女性成員叫Shaker 在中文的媒體通常會譯做皇子和公主是一種 譯做尤長是一種 有時候就純粹譯做大人 總之這個就是一個title 在杜拜每一個來自管治家族的人 都可以claim這個title 所以阿聯酋駐香港領事館 他說這位當事人他是一個謝赫 就是這麼多 所以杜拜皇子一定就是傳媒約定俗成的叫法 他們本身就是不會用皇子的 除了有一個真正有皇子這個title之外 稍後我們會再說 所以嚴格來說 我們不斷稱呼他 或者這個組織的人不斷稱呼他為皇子 已經是公然的誤導了 當然你可以說大家明白就行了 不用分禁洗 我們不用禁清步扣施 那你只是捉字失 好 如果你是這樣說的話 我們就要說真正的重點了 那麼尤長國的謝赫 是否真的等同於皇國的皇子呢 答案很明顯是否定的 我們看回沈文龍會長 熟悉的沙特阿拉伯皇國 每一代沙特家族的領袖 同樣都是非常productive 就是在生子女的方面 有時候生三十幾個 有時候後勁到生六七十個 所以他們的管治家族的旁肢的人數 也都可以動一些有幾萬人 而一般西方的媒體政治研究者 都是估計沙特的皇室人數 起碼幾萬至十幾萬至到幾十萬都可能有 有見及此沙特國內 其實就是有很仔細的劃分的 有一個頭銜 就是叫做HRH His Royal Highness 有Royal這個字在中間 只能夠用在他們的開國國王伊本沙特的直系子女 和他們的孫男或者是孫女 伊本沙特是現在沙特阿拉伯皇國的國父 他公開的子女就有差不多72個之多 沒錯是72個子女 歷任的沙特國王到今天為止全部都是他的兒子 現任沙特國王撒爾曼就是他的第25個兒子 至於其他旁知的沙特本治家族成員 他們的名字可以稱之為HH His Highness 但沒有Royal在中間 就不能叫做His Royal Highness 換言之 在沙特的國情中 如果你看到一個人 他告訴你他是來自皇室的 但是他不是用His Royal Highness 那你就會知道他就不是沙特開國國王的直系子女 或者是孫男或者是孫女 他是屬於龐之 於是他就只是His Highness 那你就可以分清楚親疏了 而沙特什麼叫做龐之 他們政府是有很清晰的定義 即是誰的兒子算是 誰是因為當時這個國父的盟友 諸如此類 所以他們的後代都可以叫做His Highness 有很清晰的定義 並沒有杜拜那麼籠統的 而在阿聯酋的七個油長國內部 都只是有一個人 可以正式叫做王子 因為他們本身不是王國 但是叫做王子那個就是Crown Prince 王柱 即是油長的接班人 油長是會正式任命一個王柱 譬如現任杜拜的王柱 就是一個社交媒體紅人 也是一個馬術高手 至於其他所有的 所謂的管治家族成員 不分親疏 全部都是叫做Shake 由於他們不像沙特阿拉伯王國 有His Royal Highness 可以區分核心家族 和所謂的龐之 Distance Relatives 於是就有些雞朋工作者 就有更加多的操作空間 但如果熟悉當地的習慣 就沒有理由不知道這位阿里 是不可以用Royal來形容的 這個在當地人來說 完全就是common sense 否則周街都Royal 這件事就不Royal了 正正因為Shake 謝克這個頭銜 在亞聯遊是太過普遍了 是不會有人 好像這位所謂中東通的會長 會殺有戒事 就當這個名字是一回事 就好像你如果拿一張新香港的卡片出來 印了馬進偉式的幾十個名字 接了對接兩頁 就算你上面印了什麼BBS 人家是不可能知道是什麼 就算知道了 都會是笑一笑 Interesting 這樣就完結了 謝克就是這樣 在沒有His Royal Highness 和His Highness 這個區分的杜拜尤長國入面 是不是就代表所有 Carry著 謝克 Shake這個名字的人 都可以隨便如目混珠呢 答案當然也不是的 因為真正的杜拜尤長的核心後裔 雖然他們內部是沒有分 His Royal Highness 和His Highness 但是通常就會通過 所謂達傳朵 只要說出自己的傳名 別人就會知道你的親疏 因為阿拉伯人的名字通常很長 而且是很慎重追遠 很刻意顯示自己的家族傳承的 在一個阿拉伯人的名字裡面 除了這個管治家族的姓氏 通常還會顯示了誰是自己的爸爸 誰是自己的爸爸的爸爸 即是他的祖父阿爺 是不可能像這位所謂杜拜王子那樣 名字奇奇怪怪 居然好像他那個 什麼家族基金會副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CEO一樣 是要經常改自己的名字的 OK 那現在這位主角 所謂的杜拜王子 叫什麼名字呢 如果他是核心成員 他的名字很清晰 就會好像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 杜拜領袖門的名字 知道誰是他爸爸 知道誰是他的爺 那你看族譜就知道了 很多人已經看過杜拜族譜很久了 就真的找不到他 所以可能是很遠很遠的旁枝 但是就算很遠很遠的旁枝也好 都是要有一個正常的名字 那什麼為之正常的名字呢 在官方網頁 就是這位杜拜王子的官方網頁上 他通常自稱是叫做 Sheik Ali al-Makdum 那這個Al-Makdum就是 馬爾圖克是杜拜管治家族的名字 那他就提供了這麼多 那麼在他的網頁 第一欄呢 名字又不同了 就是叫做 他自己叫做 Sheik Ali bin Rashid al-Makdum 接著在Search Engine 我們看到這個網站的主人 全名居然又變成了 Sheik Ali Rashid Ali Said al-Makdum 阿拉伯人一看就知道 這些全部都不是真名 也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全名 那別人是會怎樣叫的呢 我們參考一下現任的杜拜油長 他就是 Sheik Muhammad bin Rashid al-Makdum 自己的名字是Muhammad 他爸爸就是Rashid Rashid自然就是上一任杜拜油長國的油長的名字了 現在杜拜的王柱 就是唯一一位真正的杜拜王子 可以用Prince的 他的名字叫做 Sheik Hamdan bin Muhammad bin Rashid al-Makdum 他的爸爸就是現在的Muhammad 杜拜油長 他的阿爺就是上一任的Rashid油長 所以我們可以參考到現在的一個慣例的話 這一位所謂杜拜王子 無論是他的網站 這三個名字的其中一個是誰才是真的 都是奇怪的 因為highly likely 這三個都不是真的 第一 如果他真的就這樣叫做 Sheik Ali al-Makdum 即是說他自己的名字就是Ali 接著他就用回他本子家族的名字了 他是不想別人知道誰是他爸爸 誰是他爺爺 一個所謂的杜拜阿里王子 居然是不敢透露自己的全名 為什麼呢 無論是多旁的旁之 都有人名的 自己的爸爸 自己的阿爺 這些名字有什麼收家 怎麼可以隱藏呢 在阿拉伯文化 不用自己的全名示人 其實就已經很刻意地羞辱祖先 很大不敬 何況他現在說要在這裡搞家族辦公室 居然連自己家族的爸爸 阿爺是誰 誰都不想說 或者不敢說 這些絕對是前所未有的奇問 如果他的名字叫做 Sheik Ali Bin Rashid Al-Makdum 這裡是有趣的 他的網站 Rashid是R-A-S-H-E-D 根據這個邏輯 即是Ali的爸爸 就是叫做Rashid 而杜拜現任郵長的爸爸的名字 也叫Rashid 不過串法不同 是R-A-S-H-I-D 那是不是同一個人呢 如果是的話 即是說這一位Ali 就是杜拜現任郵長 Muhammad 同輩的親生兄弟 非常接近 不是軟房 但他一直稱呼對方為Uncle 網集中這樣說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是Uncle 似乎不可能的 年齡上 每份上 那如果Rashid 他現在他自己的名字 他聲稱的父親 R-A-S-H-E-D 以及現在這位管治寫的爸爸 即是上任郵長Rashid R-A-S-H-I-D 是兩個人呢 我們如果翻炒杜拜皇室的族譜 就會發現 根本就是沒有現在這位R-A-S-H-E-D的名字 而且在同一個 這個所謂杜拜皇子的官網裡面 他也有特別介紹現任郵長的名字 是Muhammad Bin Rashid 那如果他自己都是同一個爸爸 又怎可能串錯字呢 當然沒有可能 但可能性是比較低 第三 如果他的名字是 Shik Ali Rashid Ali Said Al-Makdoum 這個名字更加是明顯 不懂得阿拉伯文化的人 亂拼在一起 是不是一些中國人 拼在一起 我們不知道 但是是非常有趣的 那如果是符合阿拉伯人的名字的習慣 可能 將這幾個字堆在一起 是應該是 Shik Ali Bin Rashid Bin Sayid Said Al-Makdoum 而Rashid 尤長的父親 即是再上任的杜拜尤長 的確是叫做Said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又就是這位阿拉伯人 現任國王的兄弟 似乎年齡上 所有事情都不可能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又為何不直接用 Shik Ali Bin Rashid Bin Sayid Al-Makdoum 而要用一個文化 打明不通的名字呢 是不是擔心 如果明確寫成這樣 而他的祖先又不是這些人 回去杜拜 就會斷正呢 另一個可能 他的名字 其實是 Shik Ali Bin Rashid Bin Ali Bin Sayid Al-Makdoum 即是說 這個 Sayid 尤長 他是1912至1958年在位 80歲的時候病死 跟著他生了阿里 阿里生了Rashid Rashid又生了現在 這位所謂杜拜王子阿里 這位阿里的太公 就是現任杜拜尤長的阿爺 這樣便會配合到他自己強調 所謂俗宿的身份 但如果真的這樣 為何又不明確想得明白 為何不可以公佈 誰是自己的父親 誰是他阿爺呢 何況我們又看過杜拜官的俗譜 阿里的太公佈 阿里的太公佈 居然只有五個子女 當中是沒有一位叫阿里的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今後提到這位人士的時候 是應該還原他的全名 Shik Ali Bin不肯說 Bin不肯說 Almadoum 這樣才可以尊重 完整 以及提醒他要尊重自己的家族 才可以避免誤導 名字 在阿拉伯世界 本來就是最能夠 證明自己身份的工具 現在這位所謂的杜拜王子 連這個工具都刻意放棄 反而要一些九不八八的新香港朋友 說他用什麼國規信 去證明他是真王子 裡面只有兩個可能性 一是他用假名 就是因為自己是杜拜 某個管治家族成員的私生子 所以不可以讓公眾知道 他真名非常隱蔽 又或者根本是整個名 和身份都是獵造 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性是 杜拜這個管治家族 確實是有這些祖先存在 不過因為太過久遠 我們查足譜查不到 當然是有這個可能的 無論哪個可能都好 他可不可以叫做杜拜王子呢 順利一提 恆生大學任命這個人 做所謂的名譽教授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這位28歲的人士 有什麼學位有什麼成就 無論是商業上 音樂上 又或者是學術上 可以成為名譽教授 但是我們關心一個行政的操作 在證書上面委任他 做名譽教授 究竟他的姓名寫什麼呢 一間大學會不會連名字都搞錯呢 究竟查過他的全名沒有呢 如果是的話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究竟他的全名是什麼 他爸爸是哪位 他爺是哪位 他的名字是哪什麼呢 還是其實裡面 根本就是用中文寫 杜拜王子 或者用拼音 杜拜王子呢 每一件事 如果都是那麼求求其其 你這群獲壞 又怎麽可能 所謂的有志及興呢 既然杜拜王子 所謂的杜拜王子 Chic Arnie 賓不肯說 賓不肯說 Almadun 是不應該被稱為王子 其實我們應該怎樣翻譯 他這個如果真的有的 這個所謂Shic的身份 才恰如其分呢 於是就牽涉到 我們最後一個部份 想說一下 我們應該怎樣稱呼 這位先生 如果我們一定要討論 誰是王子這個名字 一定要二譯 因為Shic 絕對不等於王子 香港人最熟悉的皇室 一定就是中國和英國的了 那他們的習慣是怎樣呢 我們就很應該參考 中國最後一個帝國 是大清帝國 大清帝國有非常嚴格的 稱呼規定 絕對絕對不是所有 皇帝的兒子都是王子 大清帝國的和石親王 多羅郡皇等等 所謂的皇爺 全部都是要皇帝親風 沒有任何是可以take for granted的 在清太宗皇太極的時候 就為了避免太多閒閘人等 去搭雞棚抽水 他就制定了對大清 管治家族成員的policy 裡面就是規定 派祖魯兒哈赤的爸爸 即是清遣祖 這個是後來追尊的title 帕克勢的所有直系子孫 就是叫做宗室 另外其他的旁知 就是叫做葛羅 而宗室和葛羅 這兩個title都不是王子 其實自從中國有封建制度開始 就知道任何世襲的頭銜 一定要每一代 downgrade一個等級 如果不是很快是全天下的人 全部個個都是Royal 這些就是太平天國去到後期 其實他只有十幾年命 搞到2700多個王出來 這些就是Royal 所謂的王量化寬鬆的鬧劇 當然在歷史上也有很多管治家族成員在中國 是會弄得很好 也是靠搭爬的技術 最成功的那位當然就是劉備 劉備是誰呢 他自稱是漢景帝之子 中山靖王之後 其實同期有很多軍閥 都是差不多身份的 例如我也很熟悉的劉表 他就是漢景帝 另一個兒子 老公王之後 老公王和中山靖王 就是親兄弟 但劉表從來都沒有 王叔持王叔後自我吹噓 又沒有經常說 復興漢七 沒有搭過這麼大的鵬 而明示出身的劉表 根本就看不起雷搭雞鵬的行為 但是劉備的鵬 就搭得漂亮了 於是他其實 沒有什麼特別的文采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武力 但是他有一個很宏大的理念 就是輕服漢室 於是他就經常用大漢 管治家族成員的身份 這個招牌 吸納人才 接著這個雞鵬 慢慢吸引到很多 關羽、張飛這些人才加入 如果沒有了這個鵬 他還會剩下什麼呢 而這個成功的案例 也都成為了 其實香港歷代 讀書人的典範 因為香港從前有一篇泛文 大家都一定讀過的 就是出師表 出師表第一句就是 先帝創業未半 而中道崩曹 就是諸葛亮 作為你一個鵬 其中一個重要的architect 就這樣跟劉禪說 你老爸的鵬搭了一半 就死了 那現在你就聲聲鼎鼎 搭下去了 所以歷史上確實是有成功的案例 但是正正因為有這麼多取巧的案例 後來者去到大清帝國的時候 才清晰地分開 這一堆的宗室 這一堆叫國羅 但是你們全部都不要冒認作王子 麻煩 至於我們熟悉的另一個例子 英國 英皇坐戰五世 在1917年的時候就制定 所有現任君主的席系 兒孫都會成為王子公主 不過程序上 在英國 prince和princess 都是以為每一個 由國王或者女王親自封的 那就是說其實所有案例 無論是中國的封建王朝 現在的英國 又或者是沙特阿拉伯王國 對不同的宗室 都是有非常清晰的劃分的 所以回到我們科普最後的結論 如果問這一位今次的主角 Shikani 誰不肯說 誰不肯說 Almadoum 他是不是杜拜管治家族成員呢 我們是應該移中流程這樣 大概可能有機會是的 但是如果問這一位 Shikani 誰不肯說 誰不肯說 Almadoum 是不是華人 我們普遍所認知 有Royal成份的杜拜王子呢 答案明顯是否定的 如果你認為他可以稱之為杜拜王子 那反映這個人 是當杜拜是太平天國那種 禁兒禧的量化寬鬆政權 那也是非常之大不敬的重罪 如果我們一定要翻譯 這一位Shikani 誰不肯說 誰不肯說Almadoum 究竟應該怎樣去稱呼他 是稍為尊敬一些 那我們可能可以這樣說了 他就是亞聯酋的杜拜酋長國的一位 葛羅 這樣就會刻意其分了 就是說他的名字 我們如果是中文報紙 傳媒 可能可以譯之為 阿里葛羅 但是阿里葛羅 這個title用來搭棚 究竟有沒有用呢 那麼這件事就沒有關我們事 就不是今天我們一個 Educational的 教育科普 中東學BB班的時間內討論了 至於其他的 Implication 究竟是什麼 大家聽完那麼久 一定心知肚明 事行議會 就已經足夠了 我是一隻住在天橋底的老虎 其實我本來不是住這裏 條橋是不是就是鵝頸橋啊 小子人問 子老虎對條河念念不忘 再問 到底條河去了哪 啊 啊 啊